- 都是选择了跟注,用K圈杂色进行了个跟注,四人抵持 - 本LAM这里圈石同色,应该会做一个,我直接做了一个allin,他现在后手是21万6千 - 他们都玩96万 - 那A8是会轻松的盖牌,两位玩家进入到一个跑马 - 我们可以看到圈石对K圈这样的一个压制性牌型,居然都有四六开的胜利 - 买花 - 三排两位玩家都有一个顺子买牌 - 转牌一张9 - 点成了两头顺买 - 这样的话,我们恭喜TOMETO WANG - 开始出局了 - 对,他本身就只剩下一条命了 - 本LAM的最后一把子弹也是输给了TOMETO WANG - 手圈石,其实这个VLOG发的还算不错了 - 就概念还是蛮强的 - 但是很遗憾,他的有一些outs是在对手的手里 - 是的 - 我目前这个级别 - 这个一个小时级别到下级别之前都还可以买入 - 前两天送我的黑色的帽子,非常的好看 - 是吧? - 但我觉得这个帽子它出了两款,还有这个白色的 - 一会可以看一下 - 我戴帽子不好看,但是我很喜欢买帽子,收集帽子 - 我有好多帽子 - 这个 - 非常开心在情人节之前能收到礼物 - 这个白色帽子和黑色帽子的版型不太一样 - 这个白色是偏圆的,然后黑色是偏宽的,所以黑色比较适合男生戴 - 白色就很适合这个女生,给大家的购物指南 - 好有研究啊,这手牌 - 两个玩家,三位玩家都拿到了一手不错的骑士牌 - 还有这个位置成为两选择,做了一个五万的几压 - 所以扎克奇是可以考虑做一个跟住的,在游戏级的位置 - 虽然它的后手是28万,不多,但依然是可以跟住的 - 因为这手牌,对,这手牌是 - 完全可以进行到一个翻后的游戏,非常好 - 之前我提过,九十十钩,这两手牌在短牌中的表现,在翻后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抢眼 - 嗯,目前是一个三bat的单挑抵持 - 所以虽然它的后手只剩下20多万,25万,抵持来到13万 - 但依然是可以选择在不利位置游戏一个翻后抵持 - 那么看到这样子一个排面,对它来说还算不错,是一个勾嗨的排面,它集中了顶对 - 嗯 - 面对前周围的过牌,陈伟良这里是S-King High - 13万的抵持 - 没有什么后门的概念 - 其实打得小一点,打一半不到的 - 试图这个 - 试图这个 - 打5万5 - 如果能拿下抵持最好拿不下的话,可能考虑看转牌出什么 - 再是一些比较差的就放弃了 - 打了一个40%的Port - 嗯 - 下期选择跟中 - 看一下转牌 - 转牌一张红星8 - 这一S-King High - 应该还是会考虑选择做一个过牌 - 嗯 - 陈伟良在这里是不会偷的 - 因为他的AK是没有延续性 - 哈哈哈 - 她后手还有19万5千 - 是的 - 她一旦去 - 打 - 要打,要偷的话 - 就只能是 - 打对手all link了 - 看他身上那个传奇扑克的标 - 直接是打all link了 - 看Shakti - 在这个面上怎么处理啊 - 底持是54万 - 她不是54 - 其实她是算上了 - 她把那个30直接加进去了 - 是吧 - 24万的底持 - 这要偷到只能是打all link了 - 不会打一个小猪头的 - 不过这手牌成为了没有任何的 - 后门概念 - 只有一个S-King High - 其实他就相当于 - 直接是把塞克奇的石钩的move走了 - 这手打得非常的凶 - 中昂 - 好像选的一个link - 开一圈不同色 - 开一圈不同色 - 开一圈是住在市场里面 - 开一圈一圈 - 开一门 又是一个四人屏面的抵持啊 Family call 友好和谐的一个 感觉消烟不是那么重啊 Flop是八钩十 大家都跟这个有点关系啊 所谓的是听两头顺 独王这边是顶对卡顺 这边是中队卡顺 好笑了 目前独王下注三万七千 是 这应该是一个跟注吧 这里有可能要做加注 哦 欧影啊 加注欧影 他后手不是特别的多 对 这个牌就是比较典型的啊 嗯 就是两头顺 可以 两头顺的 在干燥面 两头顺的 权益一定是够高的 嗯 可以当成牌来打 一定是够高的 并且是希望补足一些对手的棋牌率 是的 那么这里是一个最好的做all in的一个牌 不过 翻牌没有红心啊 那手红心独王可能会跟的 感觉更轻松一点 这会跟吗 嗯 这里对手是二十八万四千几分牌 给我两白白 他现在是顶对买两头顺 嗯 应该也是会考虑跟住的 他这里会考虑到对手如果是成牌 那么他有两头顺的发展 如果对手是买牌 他有一个顶对的击中 应该是会考虑跟住的 因为他这手牌 对上对手的全范围啊 也没有一个零 也没有一个落后 嗯 没有落后的 在这个面上啊 真的是没有什么牌是落后的 只有直接落后对手的天顺啊 九圈 只有九圈或者七九 但也落后的不是非常多 好 选了跟住 这个跟的好帅 除了九圈和七九之外 这手牌对上 对手的任何两张牌 都不会落后的 都不会落后太多 目前是一个55开啊 这出牌很多 也就是说他总权益啊 一定是在40%以上的 总权益在40%以上 转牌一张7 目前还比较安全 没有发出来 没有发出来 Michael Sawyer是被Dum Doan给清掉了 是的 有 Tum Doan这手牌是增加了32万的筹码 看一下Tum Doan 八九草花 选择跟住1万2 这里庄位选择过牌 那么又来到一个三加底池 是A99 牌是两张九 那么两位玩家集中了三条 是的 这牌 我们看看 Roblo是能为自己 带来多少的 权益 下注半吃 因为两位玩家的踢脚都不大 只有可能是会被评分的 看一下一张7 Dum Doan Dum Doan这边是选择了一个跟住 还挺稳的 这边不做Race吗 这里可以不做Race的 因为在短牌中三条并不像长牌这么有优势 还是可以选择空吃 短牌长草花鸡 Dum Doan继续过牌 Roblo可以下注6万5千 对 现在是有顺子面了 有顺面 有攻对面 三条还是会倾向于做一个过牌跟住 因为如果加注的话 很难有比自己弱的牌去支付 他果然还是选择了跟住 22万8千的笔持 一张梅花K 那么两位玩家来到一个分持 就很容易踢脚会比勾大 就发出一张比勾大的牌 Dum Doan在前之后继续选择过牌 这Roblo选择过牌也可以 或者选择做一个博物价值下注 都是可以的 下注应该不会超过15万 正好是15万 刚刚好 那应该是分持了 K是黑桃 出Taylor 直接选择 Olin 24万6千 阿独王这边AK 应该也是会 这里是个reshow reshow 看看其他玩家有没有能拿到 啊 这边也是个AK 这么多 哇 琴琴 那也是选择Olin 对 琴琴未良怎么办呢 哈哈哈 琴琴有点尴尬 真的 有点舍不得 搞什么东西 这么多家 他只被Tom Doan cover 他其实讲到你来说 这里如果跟注也是挺好的 因为他跟注的话 只要赢Tom Doan 只要赢Tom Doan 就是能赚 他后手88万 最佳 除了Tom Doan之外 最大的一家就48万 也就是说他如果能赢Tom Doan的话 就已经不亏了 就已经保本了 Tom Doan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靠前 他还是有领先 Tom Doan范围的可能性 对 他这里只要能赢Tom Doan 就可以 88万 去掉48万 再赢40万 对 就有80万的保本 哇 盖了 但是有50%的赢率 他看到对手 有手里三张A 三张K 对 而且看到他们两个AK 互相冲突 很难受 互相冲突 AKAKK10 他想 哎呀 为什么不跟 他思考的还蛮短的 他没有想到那个 他如果看到对手手牌 就会有点后悔了 看到当然就可以跟了 看一下 像K10啊 对上两家AK都有一半的盈率 看一下 看一下 因为K和A很难击中了 往下发才是大了 有还有一张A A69 全权这个时候在想 nice ford 但很有可能会发圈 你说你们分吧 下一张是go 下一张是go 需要四张八啊 这go或者八了 一张十 还这样的话是没用了 还有三张十 我猜下一张会是go或者八 是因为没有出现过 之前也没有人盖掉 好 尤其这边的Alton 是 增是吧 增 增 增 来到了AK AK不同色 空门这边千口加一只A圈 嗯 直接直接选择 再做到一个跟all in差不多的尺度 基本上就是一个all in 那 Alton 哇 这里anode anode anode是有一个s king 这里应该也是会做一个38万一千的拳下 嗯 两家拳下的情况下 AK也是 没办法 AK这里 他后手还有120万 那么是可以考虑做一个跟注的 嗯 两家拳马量 有效拳马都只有 都不多 跟两家跑 那AK是 跑50个大猫 对 可以考虑跟注的 啊 i don't know what to do here tom 那 直接all in 就做一个人帅 那么AK AK对上A圈 you're the favorite 真的 耶 哈哈哈 哈哈哈 AK目前还是有一定的领先 A圈啊 击中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哈哈哈 A圈的总权益有44 嗯 三分之一的概率是独赢啊 独赢的话可以 拿走100多万的基本牌 哇 直接天顺 哇 厉害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绝对盈率 然后这个呢 哎呦 在里面的数字是绝对盈率 嗯 然后在外面的数字是呃 权益 也就是说盈率加上平局的概率 哦 总权益 哇 哇 哇 哈哈哈哈 天神被软到软到软到 哈哈哈 我的天啊 哈哈哈 这就是短牌啊 这就是短牌了 嗯 下期这边是A 对 并不是每位玩家都是职业选手 哈哈是 保持娱乐的心态也挺好的 即使是职业选手 嗯 唐德王在这里啊 在加一的位置 面对一个 十一万五千的加注 他用K十同色选择跟注 嗯 嗯 硬朗 所以其实这种牌是不应该跟的吗 呃 没有应不应该的说法 呃 我们上帝视角 看数字 数学上 他这个也是没有一个 呃 没有合适的赔率去跟注 嗯 但是在 而且同时他也没有位置 我就翻牌 九 七九钩之后 一张黑头 是唐德王的胜率来到50% 唐德王也是觉得之后牌 他面对对手啊 是有一个 可能翻后上好打 有优势 他要去 产打翻后 还有卡圈的顺子 两头卡 对两头卡 卡圈卡八 嗯 这个面发的真好 嗯 他 零打 零打 打23万 打23万 直接偶领了 那也只能跟住了 也只能跟 只能跟住了 两头卡顺对AA 那张话唐德王目前有8张出牌 对他又是要跟对手做波动了 我发现 董王的这个打法就是 就是疯狂的跟对手做波动 对 看 这张话唐德王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好运啊 太高频了 哇 一张A 依然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用啊 卡到了还是卡到了 这张话唐德王 这张话唐德王 今天的这个运气蛮好的 看 跑马赢了好多次 所以唐德王 他这个大波动打法 就是他 很多人比赛就是 要么就会比较容易积累筹码 要么就是很早被淘汰 我们红桌只剩下4个人啊 这边是拿到了 UTG拿到了 勾箱红星 终于有牌了 我们之前一直看不到这里桌的牌啊 终于是ok了 那我们的王军 这里 跟住16000 60 做了一个6万的跟住 哈 那这里AA吃肉啦 王军非常非常开心 这里Bennyfield 应该这里也是一个 可以考虑做跟住 啊 Bennyfield 这边会不会考虑再做一个Race啊 因为他是 比他们其他都生的 也是可以的 嗯 他直接偶引 爽啊 那这个A 真的爽啊 也在偶引 哦 两个最长重偶引 这两个人 迪奥和王军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不是 不是他 另外一个 真的是这个位置 太隐蔽了 没有办法 另一边两条街 嗯 两个 然后在后置位做家住 他这里做隔离 其实这只 只需要过王军这一关就行了 嗯 而且他觉得王军这里200万的筹码 变对他220万的筹码 是真的很难去 嗯 很难去做抵抗的 没有想到 正好撞到了AA 嗯 哎呀 哦呦喂 这个 哈哈哈 翻牌直接击中两队啊 这个石沟铜色啊 是的 太强了 翻牌前 对上AA都有36%的盈率 对 对 能不能发个8 哦 葫芦了 只剩下2张AA 天呐 石沟真的好 真的很好动 啊 圈 没有 哈哈哈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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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没办法 我这手牌真的好惨啊 我直接200万被清掉 200万 200万 所以短牌这波动真的是很夸张 啊 他奥一 在这里 更好的办法可以考虑做一个另埋伏或者做一个加注 是的 枪口的 八圈红心啊 进行这个跟注 Cut off 哎 九方片 哎 张伟的K气感应该会过牌吧 看一下 Vlob是A9钩 两张 两张红心 这样 我们的楚天乐又是拿到A9了 总是在正面上跟A9又中两对 对 总是在正面上 总是在正面上 对 又是高低两对 对 而且又是会 有人跟他进行产打的样子 又是Jayson空 哈哈哈 八万的抵制Jayson空 选得下注四碗半吃 哎 其实刚头的面买牌还真的蛮多的 哎 那面也是有 有试 对 但是是杂色 嗯 他也只赢 也不赢买牌其实 因为他的 他的A9 哪怕对上K圈 也不赢啊 胜率 对也是一个就类似跑马嘛 这样 这样的话 Jayson空零打 四万 对也是之前他对队友全范围啊 嗯 是要么就接近55开 要么就落后 对一些买牌组合55开 对一些落后的组合 直接all in了这里 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里是可以考虑做一个根柱了 有一个买花加顺子的听牌 在此他说这A9怎么阴魂不散啊 还是选择的根柱 一张红桃6啊 滑到了 一张红桃6啊滑到了 一张红桃6啊滑到了 哦 哈哈 哈哈 Tutella也是非常 遗憾啊 真是 啊 这个Jayson空怎么老能发出来 真的 嗯 买入又一次被打飞了 买入又一次被打飞了 博特某又一次拿到99 哈哈 两把走走 真的是连续的拿到一样的牌 之前Tutella也是 我会让你们打飞了 狗流太差了 是最差的一手牌 小林诺拿17 也没有办法 哦 这里翻牌是三张黑桃 其中有一张是黑桃9 博特某又一次击中了 可以发现两次啊 都是一个强承 当 每当玩家第二次拿到相同手牌的时候 都会击中强承手牌 而对手都是强买牌 很巧合 对 对手这里是顺花双抽了 看一下 一张十 张十不是肖静东非常愿意看到的一张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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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前六 来 去前六 然后 来 来 哇 消息弄是击中了这个 后门三条 后门三条 还挺隐蔽的 后门三条 可能我是更隐蔽 是一个set 波特莫这样是成葫芦了之后 好像瞄着对手后手去了 目前底是三十四万对手后手四十多万 他希望对手是有一些顺子 对 有可能做一个超池下注 有可能的 波特莫的个性有可能直接做超级欧领 打满池有可能 就打三十五万吧 三十六万 打一点点超池 给对手留一点点 这个翻盘前有三bat过吗 翻盘前是一个limp底池 那这样其实三十六还有概率 打了二十五万 打了二十五万 跟住 打了一半 打了对手一半的一个后手 不是一半的底池 所以徐亮师在嘉义的位置拿到了一手八七杂色 比较差的 因为短牌最小的牌是六 我发现QEK蛮稳的 他吃到很多不错的牌 他在翻前在前置位的时候 就范围比其他玩家稍微近一点 近一点 可能也是因为 打短牌的比赛的经验还不是很多 他想要去多做一些谨慎的一些处理 曹瑞一边是有一个两头树的听牌 而我们的这个Hajack的K八方版是击中了两队 选择做一个六万的价值下注 曹瑞他真的动得超快 有什么事情能激起他的思考吗 我就很好奇这个 如果有 我遇到这种人 我跟他同桌 我就会很想 想办法让他思考 这里一张六啊 是击中了顺子 对而且这张六发的 蛮屏蔽的 对 只有七十是击中顺子 十的话还要担心其他对手 可能会有比自己大的顺子 但是 不是十对不起 讲错 A7的话 是吧 A7就 对 A7比较少 这样的话 他要再追枪了 对 所以其实两队可以做过牌 哇打了个超池 哇打超池 打了25万这个 现在曹瑞现在在考虑的是 要做 直接做all in了 他还发现对手做超池下注 但这里肯定是对手 盖不掉了 结果没有想到对手只是两队 对 你很快 嗯 我就说嘛 我说如果我遇到这种玩家 我就很想 就是通过我的努力能激发他的 延长他的思考时间 我就会很有成就感了 面对不一样的人 你就是你会有不同的执着的点 遇到一个很能盖的人 你就希望他能打到他一次价值 你遇到这种不思考的玩家 你就很希望你的动作能让他进行思考 所以他的一个超值下注是露出了破绽 被曹瑞抓到了直接打了个all in 那这里他是可以考虑盖牌了 嗯 超值下注遭遇all in啊 这里 迪士来到174万他的后手是61万 就1比3 嗯 并没有那么多啊 因为他把120万的all in也算进去 哦 其实没有那么多 其实只有只有六 再去掉60万 对 120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用61万去博一个180万左右的地池 对吧 60万博一个 200万左右的地池 200万 200万不到一点 190万的地池 嗯 我也是很好奇啊 什么时候能看到曹瑞被对手逼的就用光所有的严实牌 对啊 这感觉严实牌对他来说是 那应该是个非常边缘非常难的决策 严实牌感觉都没什么气了气了 那选择盖牌了 漂亮 40个前注左右 如果前置位都有 你在装位或者是hijack的位置 面对前置位几家的一个limp 你可以考虑做直接做拳下 但是自己limp之后 面对后位的一个夹住就可以改拍了 比较 这就是边缘 这就是最边缘的一手牌 因为A圈是肯定是可以 跟对手打光的 嗯 在差不多的一个范围内 像 所以A勾是一个在前卫不太好去 A勾要看后手了 A勾要看后手了 特别是在比赛中你要看 你要所要用的跟住的球马 跟你的后手球马的比例 嗯 A勾 其实不只是在短牌中 在长牌中也是一 一手比较有争议比较难界定的一手手牌 是 很多时候A勾永远都是边缘牌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A圈加的牌力 嗯 在长牌中A圈加的牌力 包括88加的牌力 都是 算长牌的范围 但A勾这手牌就 你没有办法遇到 嗯 核定范围那么A时嘛 这边 浮到88K 凯特斯又一次击中了三条 不过他的踢脚有点弱 这个是小踢脚的三条 转牌来到一张A死 波诺某这里应该是直接放弃了 他有一个卡7的顺子 卡7的顺子停牌 但是 没有花的成长面 也没有 也有工队 嗯 只能用一个卡7的顺子停牌 强行去偷一下 那这里是偷不到 偷不到 那个87了 对 这里 弱踢脚可以考虑做跟注 不需要去太多的拿价值 看看能不能发到一张7啊 一张10 没有发到 发到7就精彩了 但是那个 就是卡10的顺子出来了 发到7就精彩了 发到7的话 那么一加成顺 一加成葫芦 真的 波诺某这里没有碳排价值 他现在考虑 他现在就考虑对手是拿什么 他现在考虑自己演一张8了 下的很 下 下的三分之一 五万 就打一场走明没不打好嘛 对 那这第八截也是作业跟注 九嗨 比较干净利落的亮出自己的九嗨 很浓某这边是拿到的勾勾 也是选择跟注 对 可以看到勾勾在短牌中的打法相对长牌是谨慎了很多 为什么 他在欧应的时候我们是说欧应多少前注 而不是欧应多少个抵柱 因为基本单位是前注 那不就好像我们在长桌里面说 说大芒 小芒吗 不是 不是 这是或者你会这么看吧 嗯 庄位多付的那个 就每个人下一个大芒 因为大芒是最小下注单位 庄位多付的那个 安提 那个是安提的 对对对 这些都是安提 这个就是安提 明白了 这是最小下注单位 但是在短牌中是没有盲的 嗯 你不如把它看成所有的都是大芒 然后他额外下了一个前注 嗯 那这样的话 但实际上每一个都是前注 懂 普通姆击中了一个三条 我们的Jackson Queen是击中了一个顶队 嗯 那这里就其他两位玩家就是会轻松的盖牌了 弱击中且弱发展 那这里是有一个强击中 嗯 面对三万啊 也是可以考虑做一个跟注 嗯 一个标准的跟注 嗯 转牌来到一张8 是的 再一次选择给我牌 这张8在两位玩家眼里啊 其实都算算是一个blank 这张8改变的一个牌只有90 嗯 这张8改变了90的一个牌型 你看这个完了就拿了吧 90都在双方的范围中 看一下Jason Queen 对啊 虽然是知道对手范围里面有90这位牌 但是也不是会这么去防备对手的唯一一手牌 那这里至少还是会有一条街的下注和跟注 多牌来到一张10 那么单9成顺了 对于两边都还算比较好 单9成顺的话 Jason Queen这里选择过牌去保护自己的A圈的一个范围 那Google这里可以考虑也是做一个 做一个 过牌 嗯 那他这里可能要去打 这就是拿极限价值了 这我勾勾 打18万 这也就是一个很极限的 就考验对手的防守范围 18万二分之一呢 考验对手的防守范围了就是 这手牌就很像昨天谭轩的手牌 用A10啊抓到了就抓到对手9 9队的一个 一个value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A圈会不会考虑做防守 还是说跟住 那输给了三条狗 这边跟住能赢什么 这边跟住能赢一些投机啊 哈哈 我那么的K7做了一个跟住 我那么的K7做了一个跟住 Hajack这个牌太烂了 不会打了 拳9跟住 那庄围应该是过牌 有效筹码还剩下50万4千 肖军动的后手 40多个牌 40多个牌柱 40多个牌柱 我们的KOTS是击中了天葫芦 KOTS是有一个NUTS花的听牌 有个坚果花的听牌 那么这里应该是会考虑至少做一条街的跟住 高的是天葫芦 要不要打呢 他就想 12万应该打很小 他就想用哪个章 盖什么东西 章不给交给他 直接打7万2 拿听牌价值了 打真的好啊 这12万打7万2 天葫芦直接零打7万2 就反正他想对手最好是 最好是有东西越多越好 想要再翻牌就造吃 把吃做大 并没有选择做一个缩住 并没有选择做一个缩住 佛罗摩跟住之后他也是看了对手一眼 什么牌呢 直接是击中了 那我们的花是反超了 因为在短牌中 铜花是大于葫芦的 铜花的组成困难数 困难度更加大于葫芦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组合中 7张牌组成中 铜花的组合数是要小于葫芦的组合数 所以这里铜花是比葫芦大 这就拍哭了 波罗摩要选择做一个零打 10万 现在勾的是 只能做一个标准的跟注 因为对手的范围里面是有很多的铜花买牌 不可能盖掉A10的 只能做一个标准的跟注 没有办法 又是一张钩 在这个时候他就很难受了 其实波罗摩也不太喜欢这张钩 因为会影响榨值 真的是影响榨值 高在这里A10面对他一个大的下注 有可能会直接盖牌的 做得很小15万的下注 哎呀这A10真难受啊 真难受 这个A10是真难受啊 面对这样子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 这个 赔率 葫芦 哎呀这个就知道小了 但是 知道自己小了 但这个赔率实在太好了 你给的价码实在让我难以拒绝 他真的是 这个价码是难以拒绝的价码 难以拒绝的价码 真的是只有15万啊 他现在A10太大了 在翻牌的时候太大了 但是被发了四张花 单张成花了 面对15万的下注 我正在参加比赛 他要选择 他要选择盖牌了 他A10真的知道自己小了 没有办法 谭轩这里是拿到两招红色的A4 做了一个跟注 他现在就希望后支卫有玩家动了 这里加尔的位置 有可能直接是All-in了 这里246千只有20个前注 肯定是All-in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 谭轩要想这里好吧 蚊子再小也是肉 AA对上K圈 75%对24%的一个盈率 还有1%是Chop 这是一个天圣 终于拜拜 我说短拍哪有拜拜 谁说话那么快 那么有两张A和两张钩 并没有发出来 K圈是通过一个顺子 赢下了这个底池 得到了一个翻倍 翻成了57万6千 也正如曹瑞所说的 短拍哪有拜拜 短拍翻前也没有绝对压制 要看翻牌怎么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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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四人底池 其中一个是圈嗨牌 那这里应该是不会直接放弃这个 这个地池 这里A9 谭轩是直接拿到了一个天顺 但是撞到了对手的天上顺 这有点惨啊 A9直接撞到了对手90 不过两位玩家都有一个 哎呀 这里的话出现了一张A 谭轩 也会想到这张A其实对于两位玩家来说 是个blank 该领先的还是领先 该落后的还是落后 只是多了一点可能 chop的可能性 选择过牌 也要控制了 22万底池 那flink这里是可以考虑做很多的 价值下注 它可以价值到的一个范围很高啊 非常高 它有很多的 对手很多的范围是可以跟住它这里的一个价值下注的 直接是打O0了 打得很大 他这里谭轩有点尴尬了 这谭轩很尴尬了 这个9 面对对手47万8千啊 超迟的一个O0 还靠Chop去了 还靠Chop去了 谭轩真的头痛啊 这个 这牌真的打得有点头痛 对手 对手flink直接做了一个超迟拳下 做了一个跟住 也没有办法 他只输这一手啊 只输这个90啊 就天顺对天顺 只输90 也只能跟住了 知道对手 那flink这里打得特别好 他知道对手没有9 也拿不了多少了 就直接抓9 抓9 抓9去了 他指望对手有个9啊 真的是抓到对手的9 如果没有张A的话 谭轩就扣得更加轻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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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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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他现在考虑如果去做拳下的话 那么应该杰森库也会带进来 至少是一个三倍的第一次 干了 果然他选择做了一个 用10 用90杂测做了一个 all i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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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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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王一芬是看到这样子一个flop已经非常满意了 有一个顶对加卡顺的听牌 最深控选的过牌 那么波诺莫这里要考虑是否做一条街的价值下注 直接选择all in 这次控制里非常难受啊 这里赢什么呢 只行一手勾勾啊 只行一手勾勾啊 勾勾波诺莫会这么打吗 波诺莫勾勾好像不太会这么打 这里圈圈是大概率要盖掉了 他选择盖牌 第十字词 现在你怎么打开 aqui 谢谢 哎 哎 八九十 八十 八 八十 八十 還不錯 這裡 他的朋友親友團 也是紛紛的幫他喊牌 看一下這位 九溝雜塞 做了一個根柱 許亮過牌 這進入到一個單挑底池 在短牌中也是比較少見 也是因為這張桌子啊 人數還沒有補齊 這位可在 翻牌集中了兩隊 我這裡可以考慮 直接做一個價值下注了 兩隊 七萬二的底池可以下注四萬多 我打超池啊 打了一個超池 那許亮這裡七八也是跟不動了 他本來是在這裡可以去抵抗對手的範圍的 有一個卡六的順子 但是兩個人的後手其實真的蠻多的 這裡 如果硬要跟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只買六 這賠率太差了 這裡就只考慮到對手的一個 後手隱藏賠率了 哇 現在直接買到了這張六啊 目前 許亮這個牌 看一下怎麼打 目前他現在是一個 妥妥的堅果 這裡 要吃虧了 不過他的九郭也知道 對手既然能跟住他的七萬五千的下注 一定是有東西的 許亮這裡肯定也是要打 對手的價值了 因為對手是直接在翻牌做了一個 滿吃下注 做了一個超吃下注 支付能力應該挺強的 如果對手是成熟牌的話 並且他的八七並沒有阻擋對手的任何的 擊中組合 所以他可以考慮做一個重注 你來個超吃 你來個超吃 我也來個超吃 十八萬五千 也是很重的一個尺度 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一個下注 這區的位置可是 九溝 他這裡可以考慮蓋牌 因為本身面對一個 翻牌的超吃 做了一個跟住之後再反打 這即使是跟住 也是最後一條結的跟住了 做了一個十八萬五千的跟住 在過牌之後 行動人次又來到徐亮 徐亮其實最不喜歡看到張六了 因為對手的跟住範圍裡面 真的有很多的三條 甚至是 對手現在其實有很多的葫蘆組合了 因為在轉牌跟住他的一個下注 其實是滿艱難的 在這裡是可以考慮 如果要做下注的話 那應該會對對手的一個 歐令拳下 做蓋牌的 五十九萬兩千的底池 可以下注 三十多萬吧 做了一個三十七萬五千的下注 三十七萬五千的下注 那 真的是 很艱難了 這裡是九溝 僅僅是只能拿來抓雞了 在這個牌面上 變成了一個抓雞牌 三十七萬五千的下注 每次重要的進步 這裡 轉不拉夫了 哇 這手牌 切尾克這裡打得非常非常好 因為 他已經把對手架到了順子 他已經把對手架到了順子上 這個獨牌太精準了 對手架 這只要是九千 九千的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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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哇,我第一次看到 Chili Wick在这里是秀的Buff 他几乎是从来不给对手看牌的 但是这手牌曹瑞非常精彩地读准了 Chili Wick这里是一个成熟牌的Buff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